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定会让对方爱上自己 投入他全部的激情与爱 小到睡衣的选择 爱心早餐 时不时的嘘寒问暖 但这段感情 软留真忽视了 宁志谦不爱他 他所做的一切对于他 竟然变成一种无法言说的压力 他想要的幸福 对方而言却是一种负担 最终压垮他们婚姻的真相 其实是宁志谦的冷暴力 对于身为妻子的软留真 他选择不沟通 什么都不说 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 都自己一个人默默消化 分享欲是一段感情的基础 显然 他们没有 软留真甚至想发一条短信告诉他 他想他了 都怕觉得是一种打扰 他们之间甚至连吵架都没有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不沟通 是杀死一段感情的真凶 软留真在这场婚姻里 带着全部的热烈奔向宁志谦 却一次又一次带来失望与落寞 独守空房成为常态 等失望攒够了 也是该离开了 其实当软留真决定离婚的时候 都还在给宁志谦机会挽留 他真的太爱太爱宁志谦了 那曾经是温暖了 他那么多年的一道光啊 前前后后软留真 给了宁志谦三次机会 不过他都没有抓住 第一次 是软留真飞到美国 打算给宁志谦一个惊喜 抱着一大束花去 却心碎而归 当看到他灿烂的笑容 他都忘记了 原来宁志谦还是会笑的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宁志谦永远一副打不起精神 疲惫不堪的样子 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软留真内心受到了伤害 想到了离婚 既然和他在一起 他那么不快乐 不如放过彼此 登上机场的纳客 他都在幻想着宁志谦来找他 只要他来 他可以忘记一个人一国他乡 在大雪纷飞里 拎着行李箱的悲伤 可是等到飞机起飞 他都没有来 第二次是当软留真 收拾自己东西的时候 他幻想宁志谦过来从后背抱着他 希望他留下来 第三次是软留真 收拾好东西准备走了 他幻想着宁志谦从座位上站起来 问他能不能不走 那么他还是会像当初表白那样 热烈地上前去拥抱他 可是现实却是 宁志谦一直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 面无表情 直到他离开的纳客 没有说出挽留 甚至都没有站起来 这三次机会 是软留真对宁志谦深深的爱 爱到可以卑微 只要他表现出那么一点点好 他都可以一无反顾接受 他那么想要一个台阶 他就可以留下来 甚至宁志谦只要喊他的名字 或许他都会心软选择留下来 其实随着两个人的相处 宁志谦早就在不知不觉中 喜欢上了软留真 这一点从他出国后的表现 便可以看出来 宁志谦在出国时 为了不吵醒软留真 自己偷偷地起床走了 民走之时 他摸了摸软留真的手 此种举动只有深爱的人才会做出 如果仅仅是出于责任的话 这个举动是大可不必的 在说他出国之后 虽然经常接不到软留真的电话 但是他对待学业去非常的刻苦 当同学问到他时 他说想早点回家 由此可以看出 宁志谦是想要快点回国 回到软留真的身边的 而让软留真最绝望的是 是他在国外见到了宁志谦 在他身边从未有过的笑容 可是宁志谦当初为什么 会笑得那么开心呢 不过是因为他学业考核通过了 可以快点回到国内 见到软留真罢了 所以说宁志谦对软留真并非无情 他为了这段爱情 也曾经那么努力过 只是相爱的两个人 最终为什么会走向了离婚 不复相见的地步呢 其实 这主要源于软留真的心理 扎着一根刺 而这根刺 是宁志谦的前女友董苗苗种下的 软留真亲眼见证了 宁志谦和董苗苗的爱情 他和宁志谦在一起时 也知道宁志谦不爱他 但是那个时候的他相信 自己总有一天会让宁志谦爱上他 可是 董苗苗在他们拍结婚照时 有情地提醒了他 宁志谦很好 软留真也不差 爱情应该是势均力敌的 董苗苗的举动 看似是好意 但是在软留真的心里 却深深地扎下了一根刺 这让软留真和宁志谦的相处中 只要宁志谦做了什么事 软留真都会联想到这里 其实 宁志谦当时处于工作压力最大的时期 他会感觉到类似很正常的事情 有时候他只是单纯的自己心情不好而已 但是心里有根刺的软留真总会多想 以至于让他们的关系变复杂了 最后才走向了离婚的地步 拜执